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信电子USB以太网络IPXE解决方案可支援亚信最新的USB以太网络晶片 包括AX88279、AX88179B、AX88179A、AX88179、AX88772以及AX88772D 这是亚信电子USB以太网络IPXE解决方案的演示情境 在IPXE伺服器端可以简单地执行免费的TinyPXE Server工具来充当IPXE伺服器 在IPXE客户端使用亚信IPXE USB开机叠开机后 透过亚信电子USB以太网络卡连先到IPXE伺服器下载开机印象档 以完成远端开机的程序 首先 从网站下载免费的TinyPXE Server工具 解压缩后将Windows10开机印象档复制到指定的目录 执行TinyPXE Server工具 并设定好DHCP伺服器IP位置与开机印象档 即可按下NLINE按钮启动IPXE DSCP HPTP伺服器 请观看以下演示视频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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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次 执行Rufus工具 并选择亚信IPXE USB开机印象档 开始制作亚信IPXE USB开机碟 请观看以下演示视频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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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 在Bios将USB开机点设定为第一优先开机选项 并将安全启动功能关闭 并将安全启动功能关闭 请观看以下演示视频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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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